太早吃飯 三姐今天又做瓜系列 沒錯 今次是 土糕、冬蓉、魚蓉羹 不是魚蓉羹 什麼羹 今天是九肚羹 怎麼這麼特別 因為今天買到新鮮、漂亮的九肚羹 不是經常有嗎? 不是經常有,但很少人用九肚羹 一般是魚蓉 很多骨 我稍後告訴你,將骨羹減到最少 而且現在骨羹是軟熟的 所以不用太擔心 不用怕 很棒… 先蒸這個 回來放進去,放鹽 灑一灑鹽花,放進去蒸 這樣就可以嗎? 起碼蒸20分鐘,然後蓋上蓋 不要讓它軟,讓它焗 是 芯不要嗎? 芯不要 蒸完才刮出來嗎? 對,這樣蒸完刮出來 蒸完之後就這樣,對嗎? 是 把叉子按,就會出來了 我冬瓜用了 對,冬瓜用了 三姐 是 用墨綠色的皮膚還是淺色的冬瓜皮膚 如果是墨綠色的就好 有什麼好呢? 那種比較硬一點 那種呢? 煲湯就好 這個稍微軟一點 軟一點 對,這個用蓉羹會比較好 這樣刮… 刮出來就這樣放進去就可以了? 對…待會倒下去就可以了 這個本身熟了,對嗎? 連水連蓉也碎掉了 當然要,因為水是精華的 對,冬瓜味 很香,很鮮… 很鮮,很鮮,很鮮,很鮮 對,可以用匙羹或什麼,刮多一點 可以刮多一點 刮到貼皮都可以嗎? 可以的,這樣 不用靜一點嗎? 不用,不用 這樣 你不熟悉蒸的時候 皮就蒸了,一會兒就淋了 什麼?香一點吧? 香一點 冬瓜皮比較香一點 一會兒就一會兒丟進去 你不熟悉蒸嗎? 不熟悉蒸 是冬菜嗎? 什麼都丟進去 你覺得很好笑 很好笑… 那豈不是很漂亮嗎? 是嗎? 它保持住,是不是很漂亮? 先鑽住冬瓜蓉 鑽住之後,冬瓜蓉就變成這樣 沒錯,我們也要切一切爽脆的東西 這個是木耳? 這個是雲耳 雲耳? 今天用新鮮雲耳 因為有時候不一定要… 新鮮嗎? 對,這是新鮮的 看不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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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新鮮雲耳 放進去就可以吃了,很容易就完成了 所以不用浸嗎?新鮮雲耳? 這個不用… 新鮮的,浸什麼? 新鮮雲耳,沒錯 爽口嗎?阿三弟現在這樣? 爽口的 這個有男生的聲音 看不到 你一直隱形的聲音 是小小的… 小小小子 三姐要有這麼多 我們比較喜歡,因為這樣會比較脆 切掉了 對… 這是我們 我們,即是我和你 當然了,切多一點 大王也不吃,所以不用放大王 多拿一點,好 對,多拿一點,不要緊 又健康 又健康,又容易入口 又不怕沾傷,小孩子爽口 喜歡的 這個跟了很多材料 好, 這個也夠了, 不用太多了 筋好像有點貴 但我們也不好吃 不貴…這個筋當然不貴 這個筋怎麼貴 現在九頭魚貴不貴? 也不貴, 九頭魚也不貴 開九頭魚 現在還有, 這個是榨菜絲 先浸泡了 有榨菜的味道嗎? 爽脆一點, 有點鹹香的味道 但浸泡了, 現在沒那麼鹹 是, 但浸泡, 不要瞇瞇 因為一瞇瞇, 它就會把榨菜味 全部瞇走 浸泡了, 它就會保留, 但又會淡 這樣, 榨菜絲要保留 有時候有些巧妙是很少的 就是了 對, 色就是色, 不色就是不色 聽你說完就色了 好了, 現在還有芫荽粒, 白 你喜歡吃芫荽就芫荽 喜歡吃芫荽就芫荽 這些很識除尊便, 沒什麼所謂 我們今天兩樣都放進去 我要放一樣 我要放一樣 對, 我要放 葉子稍後放在表面 還有, 這個就是我們的芫草 還有一個柱, 還有一個柱 我們希望把它切掉 容易讓它有根 切就不會有根嗎? 對, 很多時候芫草吃一吃就有根 對 我們把它這樣切 攪拌 對, 切碎 切粒 這樣就不會有根 好了, 完成了 還有柱… 柱很漂亮 還有就是… 土膠 土膠 土膠, 隔天晚上浸水蒸淋 哪個難? 要蒸的, 土膠 要先做 要先做 沒有的, 剛才我把它隔天浸 連光耀柱一起蒸 一起蒸? 土膠加入光耀柱的味道 也可以一起蒸出來, 就好了 這個可以比不值 什麼? 放燕麥飯 有些口感, 感覺豐富 有些粒粒的 對, 好 然後… 煮魚了 煮魚了 好 九套魚回來, 我們買回來 這個九套魚很大條 還沒蒜大條 看樣子 對, 相似 相似 還沒蒜, 我們在頭上切一半 然後把腸拔出來 這樣拔出來 對, 肚子也不愛 這些當然不愛 肚子也不愛 肚子也不要 肚子也不要… 因為肚子也不胖 肚子也不胖 肚子也不胖? 肚子也很瘦 好, 不要 不要… 還有, 尾部也切了 因為這是骨的來源 椒鹽狗吐魚 椒鹽狗吐魚 椒鹽狗吐魚是另一種 椒鹽狗吐魚在中間的骨 這裡的背部有刺骨 用手拔掉它 這樣就行了? 對, 這樣拔掉就行了? 用手拔掉嗎? 對, 不會拔掉它嗎? 不會, 它就拔掉很多骨… 對, 很多骨拔掉了 還有, 前面這裡還有一點 我們也是這樣拔掉 兩邊都有, 它很乾淨 很乾淨 裡面還有尾部骨嗎? 蒸完之後就蓋尾部骨 這個魚是否沒有鱗 這個魚沒有鱗, 正式鱗鱗魚 正式鱗鱗魚, 很不正式 對, 現在拿去蒸 蒸了它 蒸嗎? 蒸了 蒸了 你拿去魚肉, 不是剁碎它就算了 是, 剁碎它, 蒸它就拔掉 這個要蒸多久? 蒸七分鐘差不多 七分鐘 三姐, 今天要做什麼? 對, 現在我們起骨 黑色骨 熟了… 熟了 剛剛好 真的拔掉兩次 還有一點, 我們的水是不要的 魚水是不要的, 倒掉它 對 避開它 奶白色的 這些水會不會掉的, 水會輕 九度魚有沒有蒸太久的魚乳? 蠻乳的魚 可以太久了 米生長 生長, 這個好吃很熱 將它就推到這邊 吃起來好像很屈 如果放涼的時候就這樣 平時有人蒸來吃嗎? 三姐, 平時有人蒸來吃嗎? 其實狗魚有… 有的 都有嗎? 對… 三姐, 你去挑九度魚的原因 真的是… 夠滑 大家在電視機前看到的魚很滑 還有那些要放進去嗎? 放進去, 不過告訴你 現在熱, 我要先抖一抖 你是不是不熱? 你自己碟也覺得熱? 很容易, 那條骨就出來了 對, 那些小骨… 這樣就可以做一個筋 很美味, 還有三個嗎? 還有… 三個都說熱 這麼熱, 已經看到不熱了 你把他拉過來, 也熱的… 三、四萬個蜜都熱, 也要繼續煮 你萬個蜜不熱 今次不熱 很麻煩 今次六親要認 對, 不可以不認, 今次六親要認 青九龍魚除了滑之外 而且真的很香 我們在這個時間, 加少許鹽 鹽, 蒸完之後才做這個步驟 不要蒸那時候, 蒸的時候可能會飆水 蒸完才做 蒸完才做 讓它稍後有一點鹽香味 跟這個一樣, 這個我已經蒸了 這個已經做好了 對, 再放進去 放進去 放進去 因為剛才我怕不夠 所以要煮得一點 骨頭不要放進去 這裡好像一斤魚 當然有 斤魚 好, 到這裡了 剛才把乾瑤柱切碎 對 我們也烘一烘 還要烘 讓它有香味 再香一點 對, 再香一點 真的烘得很乾 不用… 輕輕的烘 少許就可以了 對… 好, 乾身 烘得瘦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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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這個菜的羹沒有油 烘得瘦香 不放進去嗎? 不放進去嗎? 不放進去… 好, 現在可以放進去冬瓜蓉 冬瓜蓉 放進去 放進去, 沒錯 這樣就好看 味道已經開始出現 我把火調好 對, 沒錯 我沒試過這樣吃冬瓜嗎? 對, 其實這個…如果不放九肚 你冷吃也可以 原來是土膠 對, 和土膠一起 原來是土膠 對, 這是剛才蒸土膠 和蒸乾原酌的汁 加進去 對, 沒錯 好, 這個時間還要什麼呢 這是我們剛才說 我喜歡加一些有醬頭的材料 對, 放一點點, 不要太多 燕麥飯 燕麥, 對 多一點 即是飯混在燕麥還是燕麥做得好嗎 正是燕麥 正是燕麥 燕麥是一種 蒸了就叫做燕麥飯, 是不是嗎 這是什麼 果皮 果皮 對, 果皮 好, 果皮 不停煮的了 對, 已經煮了, 薑絲 好, 這個就是剛才的雲耳 大家記住新鮮雲耳 也是切絲的 也是切絲的, 對 好 但一直都沒有加水 沒有, 靠剛才的冬瓜 還有水 冬瓜有水, 還有蒸乾魚椒 還有土豆的水 待會兒, 如果我想多一點水 可以加湯 即是自己喜歡 自己喜歡 還有這個味道, 炸菜絲 不用多加 對, 不用多加 好, 放一點鹽 放了鹽之後, 試試自己的味道 喜不喜歡 少許的味道如此 醃的那麼多 好了 暫時沒有 胡椒粉放在哪裡嗎 最後加, 煮好了 然後加魚 魚 應該不用加水了 因為魚… 有了, 水 algo demonstrations 這個羹 inhal了 很重 對 很重還有健康 現在差不多完成了嗎 我們想加一點生粉線 移だから而已, 沒問題 會 Zug滑和剛才提供 好, 現在麻煩你幫我拿一些上碟 土膠 土膠 養顏 有益的東西, 放上去, 對吧 把麵包都放在上面 這個很飽 對, 很飽 好, 這時候我們有什麼呢 我們都喜歡的就是芫荽 芫荽 芫荽 芫荽, 對 你自己喜歡給多少, 可以自己給 我們就給幾顆花生 幾顆好了 對, 幾顆花生 不要太多, 不適合 不適合… 這是炸了的芫荽葉 很棒 香的 最後… 最後當然是胡椒粉 好, 這樣撒上去就會好多了 這樣就完成了 桃膠東蓉, 九套羹 好… 然後… 你多吃… 好多吃… 這個… 我… 看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